大家好,非常謝謝大家,然後也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天總相宜髮廣藝術講座系列。 那這個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剛開展的一個新展覽。 那這個展覽呢,是想要跟大家介紹清代廣東的畫髮廣的作品。 那這個畫髮廣呢,它是清代才開始出現的一個新的工藝的一個品種。 那為什麼廣東會成為它的製作中心,而且它的產品還非常受到當時海內外市場的一個歡迎。 而有了這個廣髮廣的一個盛名。 所以我們今天的系列講座第一講,就邀請這個展覽的策展人徐曉東教授, 要來跟大家分享廣髮廣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來帶我們認識這個展覽的一些精彩內容。 那徐曉東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副館長。 那他是中國玉器還有經營器的專家。 那之前他在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 所以他對明清的宮廷的工藝文化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他近幾年同時也投入了中國髮廣工藝的研究。 而有了非常有趣的發現。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許教授來跟我們介紹這個清代廣東畫髮廣的一個魅力。 那我們在演講之後呢,會有問與答的時間。 那歡迎大家多多來提問。 那我們就歡迎許教授。 好,謝謝Joyce。 那麼我今天呢,這個講座呢,就是主要也是啊,就講一下我們這個整個展覽的一個策展的思路。 其實我們這個項目呢,從開始是2016年的年底開始的進行的一個研究的項目。 然後前前後後有很多的同學啊。 還有像Joyce這樣的博士後研究員我們參加。 所以等到現在呢,就是也是對之前的我們過往研究的一個呈現嘛。 我們有一些的,也不能說是新的發現,就是有一些認識。 然後呢,也通過這個展覽呢,來跟大家來分享。 那什麼是髮廊呢? 簡單的說呢,髮廊是一種很接近玻璃的一種材料。 然後把它弄成粉以後呢,跟各種顏色的髮廊料。 然後它會跟水或者跟油調和了以後, 可以在金屬的表面或者陶瓷的表面,玻璃的表面呢,進行繪畫。 然後經過700到900,大概700到900度的高溫加熱以後, 那這個髮廊呢,它就融化凝固在那個氣物的表面。 然後形成一層就是很光亮的一個裝飾層。 那麼畫髮廊技術呢,最晚是在,應該是在17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歐洲盛行。 那麼我先這邊放的這個呢,就是髮廊料。 它其實現在髮廊料就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買得到。 那麼呢,這個呢,就是在髮廊,畫髮廊的這麼一個過程。 你看它也是用著這個毛筆蘸著這個髮廊料在畫。 那個髮廊料,摻了水,調和了水跟油的髮廊料。 就跟我們畫畫用的那個水彩啊,其實顏料是差不多的。 那麼那個髮廊就是,你看這個髮廊上它會有很多的顏色。 那麼這種顏色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化成的。 那麼我們展廳裡面也有一個,就是以這個髮廊盒為例。 然後呢,就大概的推想了一個它的那個濁色的一個前後的過程。 這個是需要對就是細物,就是比較在放大鏡下觀察以後, 才能夠大概的是推演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麼像以這個盒子為例呢,它首先是用黑色。 它當然了,它是銅胎的,它本身是個銅。 但是呢,為了讓各種顏色在胎體上能夠表現得更好。 所以它通常呢,是在銅胎上先畫了就是一層不透明的白的髮廊。 然後呢,再用那個黑色的或者是這個褐色的這個線呢, 先勾出圖案的輪廓來。 然後勾出輪廓以後呢,它在圖案之外的那個底上, 在胎底上它就用了這個粉紅的類似於有一點黃的這個髮廊料給它底, 就是給它覆蓋了。 然後呢,再會加上這個藍色啊,綠色啊, 然後包括這邊的紫色啊,像這些髮廊的顏色。 然後最後呢,就是會加一層就是弄很薄的那個綠色啊。 然後,然後有一些可能再會補一下,有一些線條就會補一下。 那麼它,就是在這期間呢,它可能會有多次的一個加熱的一個過程。 那麼簡單的介紹了一個髮廊,或者就是畫髮廊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第一展覽的就是第一部分呢, 就是就會講為什麼這個髮廊技術,畫髮廊技術, 為什麼,怎麼引進到中國的。 那麼它怎麼在廣東發展起來的。 那在16世紀的晚期就是康熙年間呢, 因為之前是康熙時候曾有一度呢是進海的, 就是無論是你去跟國外去做生意也好, 或者你人離開也好,都是禁止在海上的貿易。 所以等到康熙,因為主要是就是害怕擔心, 就是主要是來自當時在台灣有一股的反清的勢力在那, 所以它主要是防止反清,就是沿海的百姓跟反清勢力結合起來, 影響清代的這個清朝的這個統治。 那麼等到康熙的晚期以後, 就發現這個邊疆也比較的安定了, 所以呢就開海, 當時就是有四個口岸, 就是包括廣東啊, 廈門啊,寧波啊,上海就設了四大的口岸, 然後進行對外的貿易。 那麼廣東主要是面向歐洲進行貿易的, 那麼等到乾隆年間呢, 就是為了更好的就是管控貿易, 然後也出於對於帝國這個安全的考慮呢, 就關掉了其他的三個港口, 那麼廣東就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的口岸, 就是開始了一口通商。 所以正因為廣東就是從一開始, 它是第一批就是四個口岸裡面對外貿易的, 而且呢它專門是面向歐洲貿易的。 所以歐洲的傳教士或者商人, 商傳, 他要到中國貿易的時候, 或者到訪中國傳教的時候, 他首先要在廣東登岸。 那麼這些商人也好, 傳教士也好, 他來了以後, 他通常會帶一些禮品過來。 那麼其中的有一項的禮品呢, 就是歐洲那個時候, 也非常流行的畫髮廊。 當時歐洲在懷錶上, 或者是在鼻咽盒上, 就會裝飾髮廊。 所以這些小件的畫髮廊的東西呢, 無論是康熙拿到了, 還是雍正拿到了, 他們都非常的喜歡。 那麼就會讓這些地方官員也好, 廣東的地方官員也好, 或者是讓一些傳教士, 讓他們回去, 下一次來的時候就會帶多一點過來。 那正因為黃史的推動, 他的喜歡, 而且地方官員為了滿足這個黃史的需要。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出於就是這個發展地方的工藝的這個考慮呢。 所以在廣東以及清宮的造辦處, 就都開始進行了一個髮廊的一個燒製。 那麼清宮造辦處跟廣東是清代兩個, 金屬胎畫髮廊的一個製作的中心。 那麼我們這一次展覽, 包括我們這一次講座呢, 就是主要集中於廣東的金屬胎畫髮廊。 那麼這一鍵盤呢, 也是廣東的製作的廣法啦。 你看中間就是繪畫的就是一個港口貿易的一個場景。 也是當時廣東對外貿易的一個寫照。 那麼當時的貿易呢, 它不是在廣州城裡面進行的。 它是在廣州城的西南, 就是在城外的一個地方, 專門開闢了一個商貿區, 一般叫做十三行。 那麼外國人來了以後, 他就會跟在十三行裡面的一些行商進行貿易。 他不能夠就是自由的就是跟商人進行貿易的。 當然, 尤其是當然貿易的商品就是限定的貿易商品呢, 就是像茶葉啊, 絲綢啊, 像這些它是就是規定你必須跟行商貿易的。 但是像廣法郎這一類東西呢, 它沒有明令說必須跟行商, 所以是一個比較自由的一個貿易。 那在十三行街這個就是廣東城的西南呢, 就是有各國的設立的這種管, 就是貿易的那個管, 像法國管啊, 丹麥管啊。 那麼當然也有就是十三行的那個有名的這個行商, 在那設立的一些進行貿易的那些地方叫行, 就金關行啊, 貿關行。 那這一塊呢就是珠江。 然後呢, 在河南就是珠江以南, 我們就當時就稱為河南, 就會有一些行商的那些啊, 他的釜底就在這一邊。 那麼海壯士呢, 當時也是啊, 就是來廣東貿易的那些商人啊, 或者那個船上的那個水手啊, 他們能去玩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景點之一, 海壯士。 那這一張某單圖呢, 就是林朝凱, 俗款是林朝凱。 那麼林, 這個也是一張非常難得的一個圖畫, 因為林朝凱呢, 是在康熙五十七年的時候, 被廣東巡抚陽陵, 舉見到北京造辦處的。 因為當時從康熙開始一直到雍正, 一直到乾隆的上班那個統治時期, 廣東就不停的, 有將法郎將就輸送到宮廷。 所以呢, 那個林朝凱呢, 就是其中之一, 是康熙五十七年的時候, 送到造辦處的。 然後呢, 他是跟郎士民學繪畫。 所以你會見到他的繪畫上面, 有這種受到西洋繪畫的影響的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痕跡, 就是在某單圖上就可以表現出來。 那麼林朝凱是雍正六年的時候, 因為生病, 就回到了廣州。 但是他是非常受到當時的造辦處器重的。 所以那個怡親王當時就說, 那個林朝凱是有用之人, 等到他病好了以後, 然後再讓他回京來效力。 然後把他的安身營啊, 安家營啊, 都安排得非常好。 但是後來就是因為, 記載就沒有再有林朝凱出現了。 很可能他雍正六年回到廣州以後, 就可能就沒有再回到京城。 所以能夠,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 就是當時的在京或那個髮廊架, 他能夠留下藝術品, 其實挺難得的。 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就是林朝凱這一幅牡丹圖。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林朝凱的這麼一個牡丹圖, 那麼我們在這一次的展覽當中, 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就是繪畫著牡丹, 以牡丹為裝飾的一件蓋碗。 那麼這件蓋碗, 就是通生它是裝飾的各種顏色的, 紅色啊, 白色啊, 黃色啊, 這個牡丹花。 那麼你從它的牡丹的畫法上, 它不是平圖的一種, 我們中國傳統平圖的一種繪畫的方法。 它是用點畫的方法, 就是用點, 點的疏密來表達出這個花瓣的, 這個濃淡的一個深淺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個顯然就是這個蓋碗上的牡丹的文士, 其實是受到西亞的繪畫的一個影響。 然後另外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這種非常清雅的一種藍色。 那麼這種藍色其實在其他的, 無論是宮廷的畫法廊上, 或者是在廣東的廣法廊上, 其實都挺難得看到這樣的一種藍色, 很雅的一種藍色。 那麼文獻裡面曾經提到廣東有一種那個髮廊, 就是顏色它叫廣脆, 就是廣脆其實那個脆其實可能就是他想去把這個顏色去比较脆鳥的羽毛。 因為廣東是禁貢, 當時是給宮廷禁貢脆鳥的羽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很可能這種顏色就可能是一種廣脆的這個顏色, 只不過後來好像就用的就比較少, 就是很難得看得到。 那麼這件牡丹, 氣戶上的這個牡丹的裝飾, 其實牡丹它是在康熙雍正的時候也是宮廷的金屬胎, 或者磁胎畫法廊上非常多見的一種文式。 那麼這一件的蓋碗上的這個, 對於牡丹的這個描繪它的那個繪畫的水準, 其實可以跟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款的那個, 有一件綠塘富貴瓶上面的這個牡丹是可以相媲美的。 那麼從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廣東早期的它的畫法廊, 它其實也是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一個水準, 它的那個繪畫, 無論是它的繪畫, 而且它那個燒製對於溫度的控制, 包括這個顏色, 它都已經達到了非常高的一個水準。 那麼即便是跟宮廷去相比呢, 有的也並不遜色。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還有一件就是, 一件小小的一個水塵, 水塵, 那麼你看到它上面的裝飾的這種花繪, 這種它的一個花繪的種類, 包括它的花繪的這種畫法。 其實跟用正款的一件, 現在也是收藏在台北故宮的, 一件磁胎畫法廊的一個碑, 其實是非常的接近的。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早期的廣東的廣法郎, 其實跟宮廷也是存在的某一種關係在裡面。 那麼這個當然是跟廣東跟宮廷的這個工匠, 這個交流, 這個人的交流, 技術的交流, 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內在的關係在裡面。 那麼廣法郎它當然就是, 它是, 因為它是處於在廣東發展出來, 而且它是跟西方最早或者是, 接觸西方的一個前沿的一個地方。 所以除了就是因為人緣啊, 這種往來形成跟宮廷的一些關係之外, 它其實跟西方這個藝術也, 也有很密切的一個關係。 比如說我們這一件小碑, 那麼它表面它繪畫的是一個西洋的人物。 那麼相對於宮廷的這個畫法郎來說, 廣法郎, 早期的廣法郎其實更多的會出現, 以西洋人物為題材的這麼一個裝飾。 那麼就宮廷的這個畫法郎來講, 西洋人物裝飾是非常的少, 我們現在就是, 當然乾隆之前是非常少的。 那麼這一件呢, 可能這個是在磁胎上面的, 這一件可能是, 少有的是宮廷為宮廷製作的, 那麼以西洋人物為裝飾題材的一件碗。 那麼這個也是這兩年是余佩景院長, 剛剛從他們台北故宮的這個廣場裡面挖掘出來的, 這個是康熙年間的。 但是在廣法郎上,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的以西洋人物為題材的這個裝飾的圖案。 那這一件呢, 是我們目前能夠有戴那個徽章的, 而且有相對的明確的製作年代的一個廣東外銷的畫法郎。 那麼一般的來說, 大家知道在陶瓷上, 戴徽章的那個陶瓷怪銷瓷是非常多件的。 但是戴徽章的廣法郎其實並不多, 那麼這個就是其中的一件。 那麼, 學者, 根據學者的研究呢, 那這一件東西呢, 大概製作在1738年左右。 他是為一個主教, 為了他被授予了書籍的這個職位來定制的。 那麼他當時定制這個廣法郎的時候, 他也定制了瓷器, 一套瓷器。 而且呢, 這個, 他的文樣是, 不是, 這個呢, 他就是, 我們見到的就是盤跟那個盤跟一個碑。 然後除了這一件之外, 在香港藝術博物館也有一套的收藏。 那麼所以呢, 呃, 對於相對來說, 有這個, 揮章的, 明確的製作年代的就比較少。 所以這一件是我們現在能夠存, 存, 存世的一個比較啊, 珍貴的有一件, 有明確紀年的。 那麼, 呃, 廣法郎, 他跟外銷詞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 無論是在造型上, 還是在他的一個圖案的一個裝飾上。 那麼這一件呢, 是我們這個展廳裡面的一個啊, 柯子圖的一件啊, 盤。 那麼相同的這個裝飾的圖案呢, 是在, 在我們現在一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他收藏的一個法郎彩詞的一個盤上。 他幾乎是完全是一樣的, 包括人的姿態啊, 成色啊, 然後小孩的這個三個人之間的互動, 包括他的服飾啊。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早期的廣法郎跟法郎彩詞, 金屬胎的畫法郎跟磁胎的畫法郎, 其實他會有很多的互相的借鑑在裡面。 那麼學者的研究呢, 就是有的學者就覺得可能在早期的時候, 有可能同胎的畫法郎跟磁胎的畫法郎, 是在同一個桌房裡面來進行生產的。 那麼他們的分離大概是在1732年左右。 那麼這個是尹翠奇教授的一個研究, 那麼等到我們那個圖錄跟論文集出版以後, 可以大家去更詳細的了解他的這個情況。 然後剛才我們講到的是他的圖案的一些借鑑, 那麼包括廣法郎是對於磁器上的一個器型的一個借鑑, 那麼這一件也是比較早期的廣東製作的一件廣法郎菇。 那麼像這種呢,在造型呢, 是在明代晚期跟清初的康熙年間的那個瓷器上就已經可以見到。 那麼外銷瓷會有成套的, 就包括這一件菇在內的一個成色瓶, 它通常是這樣子的兩件菇, 加上三個瓶或者是三件菇加上兩個瓶, 是五個一組是作為一個在歐洲的家庭裡面是成色, 作為岸上的一個成色, 或者是在火爐上面的一個台子上的一個成色的。 那麼像這種造型也被借鑑到廣法郎的製作上。 那麼船式也有成套的就是三件這樣的菇, 兩件瓶的這樣的一個組合也是康熙年間的。 那麼像這種晚明跟康熙年間那個 青花上面的這種庭院啊, 人物,婦孺的這種那個侍女啊, 跟孩童的這種裝飾圖案呢, 其實在廣東廣法郎就是18世紀上半夜的廣法郎上, 也我們也會, 很多的會見到。 那麼這一件借鑑呢, 也是一個圖案上面的借鑑。 那麼像這種花藍的一個題材在廣法郎上,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那麼這一件呢, 就是想要說的是, 先看到, 我們先看這一件, 我們看到這個康熙年間的五花盤, 它中間是一個花藍的裝飾, 那麼外面呢, 是一圈一圈的, 有三個, 三圈的一個, 啊, 輔助的紋飾。 那麼像這種很多層的這個輔助紋飾呢, 那麼在廣法郎上我們也能看得到, 那麼像這一件也是中心的, 這個開光花蝶, 花蝶紋外面呢, 也會, 你會看到一圈, 兩圈, 三圈的這個編飾。 那麼也有這些開光啊, 作為裝飾。 那麼這一件, 大家也會留意一下, 就是它會有這種說字甲紋, 然後像這種呢, 就是八方錦紋, 我們學的叫八方錦紋。 啊, 然後呢, 這樣呢, 有一些是啊, 蟬枝的這個, 捲草的圖案。 但是在這種很抽象化的蟬枝捲草呢, 中間呢, 又會有這種啊, 好像是龍首的這個圖案。 那麼這一件呢, 是剛才那個盤的背面。 那麼大家有, 也可以看到除了就是中心的這個龍蚊之外呢, 它那個盤, 盤的啊, 壁上面呢, 也有這種縮子甲紋啊, 然後呢, 八方錦紋。 那這呢, 開光裡面呢, 就是這種很抽象的蟬枝紋, 加上一個啊, 壽首。 那麼這個首呢, 其實是一個抽象的一個啊, 奎龍首的一個圖案。 那麼這一件很精彩的, 也是盤底的這個墨龍的這個裝飾。 那麼像墨龍裝飾, 呃, 在宮廷的髮廊上, 或者是在瓷器上, 都是非常少出現的。 而且這個墨龍就是從,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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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了一些主要的一些文士 包括龙文啊 一些花鸟的文士 然后呢也讲到了一些边士 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八方景地 这个边士之外 我们讲到一个很碎的这个蚕枝卷草文 那么像这种蚕枝卷草文 刚才它是跟一个兽手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会看到它好像跟莲花 一些莲花 它或者是花卉花头是装饰在一起 而且呢它除了黑色之外 这儿是黑色苗金 大家会看到小小的这个 一丝一丝的这个苗金的装饰 那么它还有蓝色的 那么它还会有红色的 那么像这种蚕枝卷草文 它有的时候它有带花头 有的时候不带花头 有的时候它比较具象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又比较抽象了 这种蚕枝卷草是在广法郎上是非常流行 它至少是在1730年代 它就已经出现 而且呢一直流行到19世纪 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广法郎的一个编试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黑色苗金跟蓝色 那么像这个呢就是红色 但是呢它那个姿态又有一点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这个广法郎 它会把很繁复的包括是主题文 是不同的主题文 是跟不同的边士 它都会给集中在一起 那么像这一件盘 那么它中心化的是这西洋人物 然后呢边上这个盘盐呢 是八方景地加上开光的这个奎龙纹 它中间其实是一个奎龙的团龙的一个图案 然后加上一些很碎的云纹 大家在这个可以看到 那这边就是在内里的内壁 它其实是画了四条龙的 一会儿我们会有局部的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背面呢 那个背面那个边缘呢 是冰霉纹 然后中间呢主纹是呢 是一个山水 然后边上你看第二道的边士呢 是不同的景地 然后呢加上这个开光的团齿纹 所以它是把各种各样的这种装饰 主题的文样 加上边士的文样 都集中在一件器物上 会给人感觉非常繁复的一个印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这个盘里面的这个壁上的四条龙纹 它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而且呢这个龙很大的一个特点呢 你看到它龙身上的这个颜色绘画是不一样的 它这儿呢是接近于黄色 那么这儿呢还带着一点绿色 那这儿呢是蓝色的龙 龙身 这边呢是粉色的龙 所以它是不同颜色的龙 然后尤其这两个龙 它等于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就是露出了它的下额 像这样的一个姿态的龙 其实在无论在陶瓷上 或者是在宫廷的这个法郎器上 或者在有龙纹的其他的一些器物上 都是非常少见到的 像这样子的这个 养着鹅那个下额的这样的一个龙的一个姿态 那么像这种不同颜色 其实广法郎上的龙纹其实也并不多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就是 那一件广法郎上就是不同颜色的这个龙纹 可能可以唯一可以比较的 就是这一件在台北布公收藏的 廖宝秀老师研究 觉得它应该是乾隆七年 在景德镇制作的一件碗 是乾隆年制款的 那么那上面的几条龙 那个颜色也是不一样的 黄色的粉色的这个绿色的 然后包括这个碗上面 有一个荔枝有两颗荔枝 这个所以这件东西会不会就是 就是刚才的我们内建法郎的 大法郎盆上面的这个龙的图案 就是跟这一件乾隆早期制作的这个龙纹碗 它们之间在纹样上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值得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一个研究 刚才我们谈的是早期的一个广法郎 它的一个形态 它发展的过程当中 跟宫廷的一个关系 跟瓷器的一个关系 然后它的主要的边饰是什么 一个是就是景地 各种景文 然后另外一个标志性的就是 它的各种各样的蚕枝的卷草的文饰 那么我们展览的第三部分 就会讲到这个广法郎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装饰题材 基于我们现在的传世的 对于广法郎的一个统计呢 花鸟题材是广法郎上面一个 非常普遍的一个题材 大概占到我们传世广法郎 大概几乎一半的都是这样的 以花鸟为题材的 那么像这一件就是它绘画的是 就是这种用传统的中国的花鸟绘画的方法来绘画 而且绘画的非常的精细 像这种叶子的黄色 就是黄了以后 包括被虫子咬掉的这样的一些痕迹 虫咬的痕迹 它都会很写实的给表现出来 那么广法郎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除了正面的装饰之外 它背面底部往往会有一个花款 那么这种花款也是变化很多 除了这种花卉之外 有一些团龙啊团痴啊 然后甚至有动物啊 然后会有蝙蝠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花款都会有 有花卉也有 那么边上像这种折之花的一个装饰 也是广法郎上非常多见到的 那么像这个天牛 可能就是我现在可能就只看到 这个广法郎上会有 然后广东的一些绘画上也会有 所以也可能是一个广东比较 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题材 那么尤其像这一件 就是广法郎上通常它的装饰会 花鸟花蝶装饰的话 它通常会有几种花 或者是蝴蝶啊 然后鸟啊会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盆就是 盆就是非常特殊 它只是用了蝴蝶来作为装饰 而且蝴蝶各个姿态都不一样 蝴蝶的身上呢 它就是用很细的点 或者是很短的线条去描绘 它的身上的颜色 它的纹理 它的一些身上的一些自然的一个图案 就是给人一个毛茸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像这种单纯以蝴蝶作为装饰在广法郎上也是非常少见 那么当然它边缘的像这些贝壳纹呢 包括这个图案 其实都是来自欧洲的一个装饰的一个图案 那除了这种花蝶啊 花果啊 这种装饰之外呢 就是山水也是广法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装饰主题 那么这一件广法郎盘它特别大 直径有50多公分 那么从它的颜色啊 用的法郎的颜色可以包括它那种绘画的方法来看 它应该是一件比较早期的一个广法郎 所以呢能够在很就是在上半夜的时候 广都能够制作出这么大件的广法郎 而且它的发色也是比较稳定 那说明当时广州的这个技术真的是 销制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而且呢 你看它这个山水的绘画 前景中景后景 它的这种布局啊 然后它的绘画 它其实都是一件很成功的一个作品 而且你会感觉它是非常的雅 那画面表现的是桥羹鱼读 就是四页 那么这边呢就是读书 这个呢是一个人是他有担着两捆柴 那么就是桥 那么还有就是鱼啊 就是打鱼啊 然后包括耕作 那么这种桥羹鱼读的主题 其实也是中国绘画里面就是比较多见的 当然在其他的工艺上尤其在清代的其他工艺上 也表现的特别的多 那它的这件盘的背面呢 是啊 莫古的这个山 莫古的花卉 花果啊 然后山石啊 那个这样的一个图案 然后也是给人一个非常清雅的感觉 包括它这种啊 法郎色 它的浓淡的这个变化 它的绘画的这种很 绘画的方式 其实都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那其实从我们的文献的记载来看呢 当时啊 画法郎的 比如说林超凯 然后他已经 他的绘画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举荐到啊 清风造办处的 他其实是一个奸身 就是在国之间读过书的 他才叫奸身 那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跟宫廷一样 当时的广东就是从事 画法郎 金属胎画法郎 工作的 就创作的 其实除了一般的工匠之外 可能有的工匠 他已经也有比较高的一个水准 甚至说他可能有一定的文化的一个积淀在那 因为另外我们可以从传世的这个广法郎来看 因为有一家有一个私人藏家的一个画法郎 它的背面其实是草行草书的一个 就是清代早期广东诗人的一个文人的一个 诗作 它的就是在背面 盘的背面 它的正面是一个庭园 人物一个主题 那么背面相当于这个地方 他就是用行草书就是书写了广东的清代早期的一位文人的一个他的诗作 十首诗 然后你看他的诗作上 它是并不是规规矩矩的一个一个写下来的 它是行草 而且呢 他那个土改的这个痕迹都还在 所以呢 也可以 也可以从传世的 也可以看到 其实早期的广法郎 他的从业人员 他有一部分人是有比较高的 有一定的学术的素养 所以他才能够见到 早期有一些比较文人化的一些绘画的装饰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在白地上面 就是进行一些各种颜色 法郎色的这个创作 山水画的创作 那么还有一类呢 是在白地上面用那个蓝色的法郎 去绘画 这些花卉啊 或者是这些山水 就是有一点就是仿效 好像那个瓷器上的 青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么边上仍然是蝉织的 苗金的蝉织卷槽的这个图案 那么龙纹 其实你刚才说就是龙纹 其实在法郎上是非常少的 在广法郎上也并不多见 那么这一件法郎 广法郎 他的也比较也非常大 他直径差不多到60公分 那么他他这一件比较特别的是 他这个法郎的 他这个龙纹啊 两个龙纹 他不是画出来的 他是剔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他的背面是一个 很像是我们说的是 锦太郎或者掐丝法郎的感觉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画法郎 去仿掐丝法郎 这样的一个也是画法郎 那么相同的就是跟这一件 差不多的从尺秤啊 包括这个装饰差不多的呢 还有一件是在北京故宫收藏的 他的背面真的就是 卡斯法郎 就是也是图案是差不多的 那这一件呢 就是一个 管心呢 是一个玉堂富贵的 一个花卉的一个图案 然后呢 外面呢 也是四条龙 然后这个龙的颜色 这两条 包括这条啊 胭脂红的就是颜色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个盘子上面的 四条龙啊 就是感觉他是 是同啊 就是一直传承下来的 一个图案 那刚才我们讲了 是一个龙门 一个是啊 这个花鸟的这个图案 那么另外呢 就是广法郎上 也会用到很多的 这个仙道故事 那么像这个是啊 八仙 那么像这种 其实在瓷器上面 都非常的多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法郎盘呢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 水浒的故事 是讲到水浒 第十四回的时候 那个赤发鬼 刘潘 他呢 有一天晚上就是 睡在林关殿里面 后来就被 被那个都头雷痕发现了 然后把他给抓住了 那么后来当然水浒的老大 那个赵盖 然后居中斡旋 然后呢 就 雷痕就放了他 然后赵盖呢 他给了雷痕十两银子 那么当天晚上 那个刘潘 他想的好像就是 心里头很不舒服 然后就追上去 因为当时那个雷痕 已经带着 他的手下 已经出发了 然后他就追上去 要跟雷痕 雷痕要决斗 要把他的十两银子 给拿回来 也想打 打败雷痕 这样的话 可以去跟赵盖 去邀功那样子 然后呢 那个雷痕 也拿出了 他的脱刀 因为雷痕 也是很擅长 用脱刀的 那么那个 吃发鬼流糖呢 他也是用脱刀的 所以两个人 就打起来了 然后当时那个士兵呢 原来还想着 看着雷痕落了下风了 还想去帮忙 但是后来当然 那个赵盖出现了 然后就调停了 这一场的争斗 那么这个盘上面 描绘的就是 那个吃发鬼 提着脱刀 追上来了 要跟雷痕去 叫战 然后那个雷痕呢 然后拿出了赤 那个也拿出了 他的脱刀 来跟 要跟吃发鬼 来对阵 那么后面 就是两个士兵 在那观战 就是描 描述的 就是这样的 一个情景 那么同类的 这个盘 我见到了 还有另外的 两件 那么边是 其实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中心的 这个人物 就是不一样 他因为他要描绘的 水浒的故事 是不一样的 这个缘故 那么像这一件 背面 中心是一个 奎隆文 团奎的这个图案 然后边上也是 折之花卉 跟果实的 这样一个图案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这个 西乡记 那么这个就是 长亭送别的 一个场景 那么像类似于 这种盒子是 当时是来装 茶叶的 销往欧洲的 那么他一般呢 就是里面 会有放三个 三个罐子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会装 一个装 绿茶 一个装 红茶 那么中间这个呢 就是装糖的 所以他就一套的 这个茶叶罐 那么除了刚才 这个之外呢 像这个呢 就是讲 董勇跟织女的 一个故事 他叫 仙姬天接 崇慧 或者是仙姬送子 这么样的 一个故事 那么当 董勇这个 跟织女的故事呢 也流传了很久 那么因为 董勇家里 很穷 他为了 因为他父亲病了 所以呢 他要卖身 为父亲治病 然后当时织女呢 就帮了他 然后他们呢 就是成为夫妻 那么当然两个月之后 织女要走了 然后当时已经 有了这个小孩了 后来 那个织女呢 有那个 董勇就把织女 当时织的有一块布呢 就献给了皇上 那么皇上 就等于是一个献保 那皇上很高兴 就赐予了董勇 他的 赐予他状元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董勇 就是得了状元之后 就在街上 就是回来的路上 然后鸡女呢 就抱着孩子 就出现了 那么当然后来 就是天街 先机天街重会 后来也演绎成 先机送子 所以就是跟观音送子 这个就又有一点靠近了 那么在清代载期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桥段 在很多的版画上面啊 或者其他上面都有体现 那么这个研究呢 是我们的一个 艺术系的一个博士生 他叫赵丹坤 他做了一个研究 像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 就是包括涉及到故事的 都是他的一个研究的成果 那么这个呢 就是张畅画眉也是来表达夫妻之间的这个恩爱 这个也是赵丹坤试读出来的一个图像 那么在广法郎上 除了从早期开始一直到中期晚期 他都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西洋人物的一个出现 那么这些西洋人物的题材 或者是借就是借用子西洋的一些板画啊 一些绘画啊 包括他的一个神话题材 那么这方面的研究呢 就是我们就是文物馆的博士后研究员 Joyce会有很深入的研究 那么他在12月的时候会有一个讲座 就是专门讲到广法郎上面的西洋图案 那么欢迎大家到时候再来收听 我在这里呢就不去很详细的介绍 那么展览的第四部分呢 就会讲到这个广法郎的一个色彩的问题 然后包括他的一个功能的问题 那么广法郎其实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广法郎 就是早期的广法郎 我说的早期通常是指的康熙雍正 跟乾隆的早期 那么他广法郎 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装饰 图案可能都会不一样 但是他总体来说 他是会在一个白色的一个底上 然后再去绘画其他的一个颜色 通常是白地为多 那么等到乾隆的 乾隆进入乾隆以后 就是慢慢特别是在乾隆20年之后 就是慢慢的就是18世纪下半月 中期跟下半月包括后来 他就会在底色地色上就出现了很多的变化 而且他在造型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是跟宫廷成为广法郎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消费者是很有关系的 那么从康熙跟雍正的时候 虽然是有广东的工匠进入了宫廷 而且我们现在也会看到 有零星的广东进贡到宫廷的一些广法郎 但是总体来说并不是很多 而且无论是康熙或者是雍正好像对于广法郎 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甚至乎这个乾隆皇帝在早年的时候 一直就说广东进贡的东西很俗气 他不要不要让广东的官员就不要再进贡了 老是批评 即便是那个到了乾隆十三年的 到了乾隆十三年的时候 好像就是乾隆皇帝就是看到广东送来的一个 法郎的一个刀 外面的刀鞘好像那个法郎做的好像是不是西洋法郎 好像是广法郎 他觉得这个做的挺好的 然后就说既然广东能够做的那么好 那么让广东来也给我们宫廷来做吧 因为西洋很多的时候 他觉得广东做不好的就让广东 经常叫广东到粤海关到西洋去定制 就是也不要你做了 做了以后你做的不好 我也不喜欢还浪费了钱 你不如就直接从西洋来定 那么乾隆十三年之后就觉得 这个好像广东做的也不错 就让广东来开始让做 然后让宫廷就画样 就挂拿这些画样 包括尺寸 装饰什么样的文样都规定好了 让广东去做 然后广东就做好了 就送回来了 主要是成色品 那么即便是这个之后 其实在一直到乾隆二十年 乾隆十三年到乾隆二十年 那个中间除了那一次定做以后 好像就很少 乾隆就很少再定做了 在船做让广东来做 那么等到乾隆二十年 二十一年的时候 那开始比较多的去 广东进来了 那可能会有一个契机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水法店 当时成已经建好了 而且从建好的时候开始 他就乾隆就不停的往水法店 去从宫里头拿一些东西 过去作为成色 那么乾隆二十年 就是广东进贡的很多东西 就直接拿到水法店去做成色了 然后另外呢 就是乾隆在二十一年的时候 他要在成德避暑山庄 有一个王宫大会 那么为了准备那个王宫大会呢 当时宫里头也有很开始 将很多的东西往那边送 所以广东的广法郎呢 来了以后很多也是 一方面是去了水法店 另外一方面是去了 成德的避暑山庄 那么等到那个时候 就是乾隆觉得 真的是做得很不错了 然后呢 那就是让那个属款 属大清乾隆年制款 或者乾隆年制款 那就是说明当时在乾隆二十年左右 乾隆真的是对于广东的这个法郎 就是认可了 然后那个以后 才每年的船座啊 或者是宫廷的地方上的官员 就开始比较多的去跟宫廷 进贡这个广法郎 那么当然宫廷是有 他的这个品位在上面的 所以呢 你看我们包括看到 康熙跟雍正的时候 他的法郎的地色 他其实很丰富的 除了白色白地之外 他有皇帝啊 还有玉松石地啊 其他的一个地 各种各样的地色 所以应该是推测呢 就是应该是广东 应该是从乾隆二十年之后 因为他要更多的服务于宫廷 然后宫廷也传作了很多的广法郎之后 然后各种地色的广法郎就出现了 然后包括就是宫廷里面 乾隆时期 他非常愿意的这种仿骨的气形 然后仿啊 卡斯法郎的这种 画法郎的一个制作 才都啊 慢慢的兴盛起来 而且一直这种多地色 就是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那么宫廷里面传作的广法郎 很大一部分 其实它是作为承设器来使用 那个屏风啊 然后插屏啊 然后像这种宫灯啊 然后罐啊 大罐啊 这样子 那么这个就是 其一件啊 就是宫灯 那个 这四面呢 是安装的是玻璃的玻璃画 安装的玻璃画 那么从 这个清宫 不是在广东的外销画上 我们就会看到 这种宫 这种灯的一个 它的一个成色的一个方式 上面应该是一个宝盖 然后中间是一个主要的灯 然后上面这一块呢 是就是通过 这个上面的一个 葫芦形的东西 然后给它挂起来 挂在一个杆子上面 那还有就是为 像为宫廷制作的这种手炉 那这个就是 雍正十二美人图纳 它手上就是 扶着的就是一个铜的 应该从颜色看 是一个铜炉 应该是 可能是北方比较冷 所以需要这样的炉去取暖 还有就是像这种 灌架 那这个呢 就是清代的 这个孙温的 会红楼梦 这一个侧页之当中的一开 那么现在是藏在 铝顺博物馆 然后它就会看到 像这个案子上面 就是放着两件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其实跟这个是 非常的类似 所以也可以看到 当时的一个 器物的这个使用的情况 还有火锅 那除了这个画法郎之外呢 其实还有就是 广东很特别的 就是也有一种是 透明法郎 那么透明法郎 其实宫里头 早期的时候也有做 那么像两岸故宫 也会流传一些 也传下来一些 透明 淫胎的一个透明法郎 但是它跟广东的这个 就是特别的不一样 像这种 这种广东的 这种透明法郎 它是在乾隆的时候 宫廷里面 画法郎上是没有的 应该是广东的一个特色 那么它这一件 那个带上的那个带式 它是画法郎 跟透明法郎的一个结合 它首先呢 是在那个金属胎体上 先刻出 粘刻出这样的这种 支甲状的这种纹样 然后呢 在这一块呢 就它就是勾出来 粘刻出这个叶子的纹饰 然后将花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流空流出来 这个完了以后呢 就是粘刻上这个地纹 包括叶子流出这个花的空间 以后呢 它就在用透明的蓝色的法郎 先绘画 然后在叶子上面呢 就用绿色的透明法郎去绘画 然后因为是透明法郎的缘故 所以地上的这种地纹 包括那个叶脉的纹饰 就很清晰的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在花卉 其实这些地方 它是用画法郎的技法去绘画的 它先用了一种不透明的那种 有一些白色带粉的去绘画这些花卉 然后再加上一些红色 黄色啊 然后一些花卖 所以这一件是透明法郎 跟画法郎的一个结合 那么透明法郎的出现呢 应该是在 估计应该是在乾隆的晚期 大概是1770年代 80年代以后才出现 那么在郭富翔老师呢 是有一篇很重要的 就是专门讲到透明法郎的 清代透明法郎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文章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 将来可以去读 要了解更多的话 去读郭富翔老师的那篇文章 那么这一件透明法郎的制作 就是跟刚才的那一件是不一样 刚才是他是在胎上 先粘出了这个 那个指甲纹状的一个地纹 那么这一件他其实不是 他呢他先用预压压制成型 各种各样的银箔片跟筋箔片 像这种那个下面的 这种的就是银箔片 像这儿这种也是银箔片 那么这个呢是金箔片 他是先磨压出来这些金的箔片 花卉啊叶子啊或者这些线 然后呢将同样的 就是形状一样的那个银箔片呢 就是先贴附在这个金属的 这个胎的金属胎的表面 完了以后呢就是画这个蓝色的这个法郎 蓝色的透明法郎 完了以后他再会贴这个银 这个这也是银色的啊 这这也是贴的是银箔片啊 就是很规则的磨印的银箔片 那么在这些上面呢 他就会再画这个绿色的透明法郎 然后画完以后 就是这两层制作完了以后 再在蓝色的这个透明法郎上 去装饰金箔片 所以他就是不用制作地纹 他是用磨制的各种银箔片 去按照一定的设计去布排这种方法 然后呢用这个蓝色绿色的透明法郎 去区分 然后弄出一些很多的这种层次来 然后就会看到蓝色下面的银箔片 然后跟上面的这个金 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颜色的反差 包括这个绿色的法郎 所以大家会看到 其实透明法郎主要就是三个颜色 主要就是绿的透明法郎 然后呢蓝色的透明法郎 然后还有偶尔会用红色的 有一点偏向于胭脂红的透明法郎 然后再加上银箔片跟金箔片 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华丽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等到这个晚期就是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的上半叶的 十八世纪的中期或者上半叶 然后包括一直到十八世 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 尤其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的时候 他就是很多的就是画法郎跟透明法郎 就是往往是结合在一起 那么在下半叶的时候 这个广法郎上也会借鉴了很多 这个广彩的这个图案 就所谓的满大人的一个一些图案 就是家庭生活啊 这种图案就非常多 然后表面的这个原来是贴付的是金箔片 那么后来他其实是用黄颜色的法郎色 去代替这个金的金箔片 这个都是十九世纪的上半叶的这个作品 那我们最后要讲的是广法郎的一个市场的问题 那么广法郎当然因为他宫廷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顾 所以呢他会因为鼻烟湖是当时最早就是进入 中国也是进入宫廷啊 广东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很时尚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当时在宫廷里面从雍正的时候 从有记载来看 雍正的时候开始就会不停的 就是在宫廷里面会传作这个 那个鼻烟盒 就是往往用那个画法郎片 然后跟那个银盒来结合 镶嵌在银盒上 然后做一些鼻烟盒 那么像这一类的 这个就是一个前楼年制款的一个鼻烟盒 广东制作的 那么像这种呢 是广东制作的一个鼻烟盒 后来基本上是外销的比较多 又销往了欧洲 那么配合的就是跟鼻烟盒配合的就是有一些烟碟 那么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牛文 也就是广州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士 那么还有就是复刻跟仿制 那么其实乾隆从三 从乾隆三年开始就是 有目的的就是将康熙啊 雍正的画法郎就是收集在一起 然后配侠去收藏起来 那么等到乾隆 乾隆四十年左右的时候 然后呢就开始让广东去复刻 就是乾隆雍正年间的款的那个法郎器 那么在这方面的研究呢 就是无论是北京故宫啊 包括香肠故宫 不是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 那个学者都有比较详细的一个研究 那么其中复刻的呢 就是有两件就是这种包袱形的这个罐 然后呢还有这个团花纹的盖盒 那么在乾隆的年间就是复制了 比较多次那么除了这个按照原来的 雍正乾隆的幻法郎去复刻之外呢 其实也有一些啊 仿的仿制因为乾隆也说你就是可以 斟酌去做一些啊其他的这样子 那么像这一件呢就是他是用了这个团花的图案 去制作的一个盖碗啊 那么除了这一类之外呢 就是还有就是啊 因为宫廷里面 他从每逢年节的时候 他会比较特定的会传作一些东西 那么各种年节的传作的东西呢 他装饰的文样呢 他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那么像这一件那个爱叶灵符文那个盒呢 就是给端午的时候 专门为端午的时候制作的 因为这个是端午的一个比较应景的一个装饰 那么像这个万寿无疆呢 那就是皇帝生日啊 或者太后生日的时候去制作的一件啊 一个东西 那么像这个万寿无疆款的那个瓷器上 也会有比较多件 那么这个就是年节的一些啊 历传啊 为宫廷制作的 那么像啊 这个就是有一些就是啊 宫廷呃 呃 那个瓷器的 呃 预制的这个 为宫廷制作的瓷器的一些文样 也会用在啊 广法郎的这个制作上面啊 可能那个样又发到了广东 然后又去传作这个啊 根据瓷器的样去做啊 广法郎的啊 产品 那其他的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承设器啊 像啊 这种柳翼啊 那么宫廷这个生日的时候啊 呈下经常送的就是各种材质的柳翼 那么像这一件瓶 一面是装饰啊 粉雀 另外一面呢 是装饰啊 那个凤凰 呃 双凤 所以这个包括他的这个颜色 法郎的颜色都是非常少见 然后他后面底部的是一个静制款 静制款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款式 因为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大秦乾隆年制款 那呃呃 北京故宫也有收藏 呃 然后呃 呃 那个 哈密塔 也有一件鼻烟壶 也是静制款 那么静制款 它究竟是一个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下来制作的 呃 呃 就是那个款呃 呃 可能还需要进行呃 更多的研究 那么还有就是说的这个 那个刀 法郎的法郎 透明法郎翘的这个刀 那么宫廷里面呃 呃 北京故宫是呃 呃 有几件 那么从大案上来看呢 乾隆时期也传作了几件 那么这一件当然没有款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大概宫廷的这个透明法郎翘的刀 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 呃 那么乾隆款的当然是最多的 那个广法郎上数落乾隆款的 那么其实在啊 加进啊 到光款之后的就非常少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像这个啊 宾美纹宫廷里面也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图案 那么 在啊外销的广法郎上也会同样会用这样的图案 而且这种图案呃 使用的时间非常的长 然后就是适合就当然像这样子是一个早餐具 那么他的虽然说他的图案是中国比较 呃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图案 但是他的造型就是器物的造型 他的功能是完全是为了适应西方的啊 欧洲市场的一个需要啊 那包括就是啊我们销往欧洲的就是啊比较多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盘 他非常那个盘非常大可能呃长度接近啊九十多公分呃一米多 然后啊然后宽度也很很宽的一个啊 那么像这个一般的来说就觉得应该是一个呃跟欧洲的一个呃这个饮茶的这个习惯有关系 可能是茶具当中的一个呃一个那么有一些我看到他是比如说那个美国的啊一个啊一个博物馆 他是把这个大盘是放在一个案子上面的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成设的一个功能 那么像这种庭院的人物妇虏的一个图案 就是从早期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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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的法郎采瓷器 外销的法郎采瓷器 不少就是用这种妇孺图 庭院妇孺的这么一个装饰 那像这个就是 刚才说到欧洲的饮茶的一个 喝茶的一个习俗 那么它在案子上会放一个盘 然后在上面就是放一些茶具 那么这个就是茶叶盒 茶叶桶 那么很多就是销往欧洲的器物 它其实是仿着银器的一个造型 但是呢欧洲银器的造型 但是它的装饰基本上是 中国的传统的装饰会比较多 可能会让欧洲人感觉到 一种抑郁的一个风情在里面 然后各种各样的盖碗 那么像这一件是 越南的皇家古物博物馆 它其实也有相同的这么一套 那么保存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好 那么据他们的记录 就是档案记录 相似的那一套东西 是明明皇帝 是从欧洲买回来的 那么在越南的那个 皇家文物博物馆里面 还有另外一套就是 画法郎的 同胎画法郎的一套 那个网跟碟 那么其实造型是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 那个装饰不一样 所以也可以看作是 这个当时越南在18世纪 19世纪的上半叶 就是仿造之前的这个广东的 广法郎的一个造型来制作的 这个画法郎 那么还有一些销往欧洲的一些 这个蜡台啊 像这种应该是个避世 那么像这个呢 我们具体的用途 我还没有搞清楚 那很可能就是当时欧洲的一个 室内的一个 可能是一个室内的装饰品 那除了欧洲的这个 除了宫廷的市场 跟欧洲的市场之外呢 还有一部分呢 是会销往伊斯兰的 像这种这个植壶 那么这个壶盖 应该是去了伊斯兰世界以后来 加上去的这么一个盖子 那么像这个就是在印度 德干地区的一个 一个金属的一个植壶 那么类似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是在 这一件是在 那个马来西亚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所以类似的这种植壶 应该它是 是一个灌手的一个用具 这一套是灌手的用具 这个壶里面是装水的 然后它配合一个盆 然后洗手 那么我们现在在中亚地区 像乌兹别克斯坦啊 在他们的19世纪的金属器上 还能够看到这种 一套的这种灌手那个水器 还有这件就是槟榔盒 那么类似的槟榔盒 在维路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呢 它其实是由木沃时期的 这个玉制 玉的制作的这种盒子 也是一个盘加一个 上面的一个盖盒的一个组合 那么在木沃王朝的一个绘画上面 现在也是藏在维多利亚的 一个阿尔伯特的一个绘画里面 大家也会看到这样类似的一个用具 那么它是来装槟榔的一个 装槟榔的 那么这个盒子上面 大家会看到这个三角形的 圆锥形的 它其实是用叶子卷的 那个叶子卷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 它是插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你要吃槟榔的时候 会把槟榔阿 然后加上那个和槟榔配套的一些调料 放在一起 然后来吃 吃完以后呢 这个是拓鱼来吐一些渣呀 然后呢 用这个水呀 来疏口 所以这个是一套 一套的吃槟榔的用具 那么这一件呢 就是相当于这个中心的 这个盒子来装槟榔的 那么当然我们东南亚国家 也是吃槟榔 他们也有成套的槟榔用具 但是呢 他们的造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推测的这一件呢 就是应该是销榔印度的一个 槟榔的用具光发了 那么还有就是像这样的 这个瓜形的这个器 那也有可能 因为在印度末温王朝的时候 它也有 北印度18世纪 也有这种银的这种 填瓜式的这个用具 它是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 说是这个是装 也是装槟榔的 那么类似的造型呢 其实我们在 日本的一个黑漆 鸟金的一个盒子 也可以看到 这一件比较早 17世纪的是 销往荷兰的 所以这种造型的 填瓜造型的这种影响 互相会不会是有影响的 然后他们的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可能也需要更进一步的 这个更多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一件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 收藏的一个银器 它是楼空的 它是说中间 黄铜的 它是装摄箱的一个盒子 所以这个像类似的东西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功能 它是装摄箱 或者是装 这个槟榔啊 还是说有其他的用途呢 现在呢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除了销往伊斯兰的之外呢 我们印度的之外 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是 这个是特别的销往 这个泰国的 鲜罗 它很重要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这种菱形的文士 中间带一朵花卉 那么在当时广东销往泰国的 这个瓷器上面 也是很多的会见到 这样的一种装饰 那么这个是透明法郎 然后上面是一个黄金的 一个 盖子 然后镶嵌的一些 其实上面是镶嵌的一些宝石 那大家会看到这个下面 这个就是银箔片的这个 叶纹 大家会看到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也是另外的一件 透明法郎的河 也是销往泰国的 那么它在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个照记的一个戳印 那么照记的戳印在 我们也见到另外的 有一件很大的瓶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对大瓶 在类似的这个上面也有 可能是当时18世纪的上半叶 可能或者是中期一个比较 当时广州的一个 一个作坊的一个名字 那还有就是销往越南的 越南其实在冥冥年间呢 当时有记载就是它是从广州 是邀请了一批的工匠去帮着他们来做陶瓷 在皇家的这个工厂里面去做陶瓷 那么有这个法郎也有可能就是有广东的工匠 受到广东工匠的这个影响或者帮助 然后在越南地区 然后也烧制了他们的这个法郎器 那么他们的法郎上面有一些是有帝王款的 有冥冥年间制啊 然后另外的两个帝王的一个名号 这个制作的这个 那么我们有一篇 恶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 专门是河内的这个 顺那个越南的皇家古物博物馆 顺化的皇家古物博物馆 他们收藏的那个法郎的一个文章是他们的馆长来撰写的 所以会里面有披露了很多他们馆长的一些法郎器 金属台法郎器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留意 那么这一件也是越南那个软巢风格的一个法郎 完全是仿青花的一个图案 但是呢他是用磨谷的一个画法 然后呢蓝色的法郎层堆叠得特别的厚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就是除了刚才就是为宫廷制作啊 那么推测在18世纪的晚期开始呢 就是广东地区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那个有唐号的这样的一个法郎的一个制作 因为从乾隆以后 其实从乾隆晚年开始已经很少传作广法郎 那么嘉靖啊 道光啊 以后就是也更少了 那么因为宫廷的需要减少了 然后呢 其实当时外销的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的时候呢 当时在乾隆的时候 然后为宫廷制作专供这个法郎的一批人工匠 他为了另外的谋生呢 他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就自创了一些法郎的作坊 然后自创了一些带上了自己的法郎的号 那么像这个彩华堂制款的这个法郎 广法郎器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在设计上是跟乾隆款的法郎是非常像的 只不过呢 就是他这个乾隆款的这个万寿无疆啊 他就会换上千秋如意 然后就是除了盘 碗之外 还有盘 那我推测 当然彩华堂制还有他的瓷器也有 但是瓷器呢好像质量是比较称赤的 那么从金属胎画法郎来看呢 他的质量比较比较稳定到一定的水平 而且他的造势 他的图案上就是跟宫廷的 之前乾隆时候专供宫廷的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推测呢 彩华堂制很可能是乾隆晚期开始在广东地区 制作的一个制作法郎的一个 一个 一个工厂 那么或者说是一个店铺 那么因为他跟宫廷之间 可能跟之前专供宫廷的制作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呢 他的文饰上面就是用的很多原来宫廷的这个样 那还有一个就是万年年制款的这个器物 那么万年年制款总体他的面貌比较多 然后有一类就是像这种非常清雅的这种图案 背面的是这样的一个黄色 然后都是传书款的万年年制 还有一种呢 就是也是传书款的万年年制 但是是透明法郎 然后表面是苗金的 这样子的万年年制款 那么等到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万年年制也好 或者是彩华堂制也好 像这样年制款的 很可能是十 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 或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 比较流行的这个唐浩馆 那么等到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因为这个口岸又开放了 像天津啊 武汉啊 北京啊 等于是就是西方人可以比较自由的到任何的地方去贸易 然后呢 就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 像上海北京跟武汉都 香港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为了外国人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一些游客的需要 他会制作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工艺品 那么从那个之后 那在广东地区也出现了不少那个年制号款的 就是桌房有桌房字号的这样的一个广法郎器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呢 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几种 那么这样的法郎器 其实都跟广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它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摘堂号 你分不出来它是哪个地方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就是直接是跟广东有关系的这个 所以我觉得像这一批东西应该是在19世纪的下半叶 就是鸦片战争以后 就是广东就是特别的能要标志它的这个地方性的时候 才会在它的字号上出现了很多广东啊 粤啊 阳城啊 像这样的一个广法郎 那好 那么今天的介绍呢 就大概就到这里 那么文物馆呢 现在正在从17号开始 对外开放的这个广法郎 总相遇啊 清代广东金属胎化法郎展 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8号 所以欢迎大家来 有空的时候来参观 然后另外呢 同时呢 我们也在中环的原创坊的loop 就举办了一个当代法郎艺术的设计展 也欢迎大家去参观 它的时间 我们是同天开幕 然后它会到明年的1月3号结束 那么在这个展览上面 我们展出了两岸三地的这个当代法郎大师的一些作品 然后它的风格是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可以跟文物馆的那个清代的画法郎 广东画法郎进行对比 那么这个星期六的24号下午呢 还有一个当代法郎大师的对谈 我们邀请了香港的那个合照唱那个设计师 然后呢 还有台北的吴敬志老师 还有那个广州的杨志峰老师 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个交流 谈他们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题会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广法郎展呢 会有四个配套的一个讲座 那么之后10月18号跟11月15号 跟12月13号还有另外的三场讲座 也欢迎大家到时来收听 谢谢大家 那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现在就是问答的环节 谢谢 好 非常感谢许教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 然后还有带我们看到这么多展览中 非常美丽的展品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观众提问 那我们就一一从顺序第一条开始 那第一位观众是想要请问许老师说 广彩跟广法郎他们的用彩 还有他们的文士 有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是有什么联系 那我想可能有一些观众 对于广彩不是这么熟悉 所以想要请老师 是不是可以先介绍一下 广彩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跟大家说明 是这个广彩跟广法郎两个的分别 谢谢 广彩呢就是是在磁胎上面 就是将这种法郎彩 就是画在磁胎上面 当然我后来我也咨询了这个当代的这个广州的广彩的传承人 包括画法郎的这个金属胎画法郎的传承人 那么据他们说呢 其实在磁胎上用这个彩 跟在金属胎上用这个彩还是不一样的 他会加上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胎质不一样 所以呢他说他会个人 他会自己会加入一些东西的 就是不完全是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广彩呢就是现在 现在像包括深圳的郭学雷老师的这个研究 那么觉得是广彩应该是在雍正年间 也至少在公正雍正年间也已经出现了 那么当时在广彩跟其他的学者也觉得广彩跟广法郎 有一个时期呢是在同一个桌房里面来生产的 他们用的都是用明炉 因为这个是有一定的记载 然后呢就是用明炉 然后他的文士上面也会有一些接近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妇虏图 就是科子图 那么在广彩上 我们现在认为的广彩上跟广法郎上 其实都会有出现 那另外的有一个重叠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广彩早期的东西 我们现在还是就是能够识别的 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多雍正的时期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 这个科子图是一个可以看到互相借鉴的一个图案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有一些花鸟的那个图案 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他们互相的见解 那么等到就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是就是很就是那种装饰很华丽的 那个广彩出现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满大人的文样 是两者之间都有的 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广法郎 是真的是借鉴了一个广彩的一个装饰 因为当时广彩是非常产量非常大 主要外销的其实是广彩 广法郎那个时候已经衰弱了 谢谢老师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常请教老师说 就是如果以技术角度的层面来看的话 就是低温幼彩跟法郎上彩 他们又有什么相近或是还有不同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因为我对于陶瓷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想呢我们那个论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是尹翠奇教授的一篇文章 就会讲到早期的广法郎跟广彩的一个关系 他们在技术上的一个关系 包括他在文样上的一个关系 那么尹翠奇老师的讲座是下个月 所以这位观众听众一定要报名下一个月的这个讲座 听一下尹翠奇老师的解答 谢谢 好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跟老师刚刚说到这个广法郎的地色 还有这个龙文有关 他说想请教就是在广州民间制作的广法郎 经常看到刚刚老师有提到这个明皇为主地色的一个器物 然后有时候还会看到龙文这样子 那他想请问老师说 那这样子的器物是作为外销来用的吗 那他因为会有这个问题 是因为他说认为在雍正还有乾隆年间 民间在使用这个明皇色的时候 应该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 那为什么这样子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广法郎上面 可是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好像却没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刚才我们那个广法郎上是有黄色的 但是那个黄色跟黄色之间是有差别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碗真的是明皇的碗 就是非常正的一个碗 然后我们展出当中呢 还有一个一套盖碗加碟的 也是非常正的明黄色 而且呢这两件这两套东西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法郎色特别好特别正 挂的也特别好 而且呢它的胎体是非常重的 那么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我们看到那个黄色 那个明显的看到那个不是明黄色 只是黄色而已 所以我觉得那两件的明黄色 很可能不见得是 虽然没有款 但是它也不见得是给民间用的 因为真的是有等级的一个明令的在那 那么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其实进入到宫廷的画法郎 广东的画法郎不见得完全都有款 因为你从那个这个大案来看 那么至少乾隆让广东去写款之前 那一批东西是没有款的 那么我们从大案上也看到 乾隆有几次提醒广东说 你将来进贡来的画法郎 你要写款 所以呢这个也透露出 就是说乾隆年间就是 即便是乾隆要求广东写款 广东有的时候进贡上去的东西 也不见得有款 所以我觉得像这两件 会不会是当时广东也是 专门为宫廷做 或者是地方官员是定做 是为了宫廷定做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款而已 我想大概是有推测是这个样子 好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就是千舍道老师 刚刚一开始有说的 就是这个广法郎里面这个画法郎 它是从欧洲学习的一个技术 那他想要请问就是这个广东 大概用了多少时间 才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制作技术 你看从因为其实广东什么时候接触 其实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年代 那么从康熙年间就是从康熙55年 57年58年就不停的就是送那个广将 进入北京造办处的时候 而且也说到也是把一些成型的一些东西 包括法郎料啊 一些制作的东西送到宫廷 那证明当时广东的法郎制作 其实不比宫廷 至少不比宫廷的滞后 那么那个从我们那个郭学雷老师呢 他的研究里面呢 就是发现了三件那个法郎的 那个小法郎的碑 那么上面有又星丑年制 那么他的根据他的研究 那个已经是又星丑年制 应该是康熙60年 所以如果说照这个实物来看 包括文献来看 至少是乾隆50年55年 或者是一直到60年的时候 他的法郎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水准 因为有一件就是藏在国家博物馆 那么他已经画的是非常好 而且是文人气息是非常浓的 而且俗款是什么什么道人 是怎么官舍里面制作的 所以从实物来看 就是我们至少知道 康熙晚年已经做的是非常好 至于往东什么时候开始制作 那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就是刚刚 因为老师在提到这些话 也有谈到一点点这个所谓的景态 再来就是掐丝法郎 所以这个观众是想要请问老师 就是掐丝法郎跟这个画法郎的一个分别 其实那个也是在我们展览里面 其实第一部分就讲到了 那个就是很大概的讲到了 掐丝法郎那个分别 那么掐丝法郎呢 它是在金属胎的表面 用细的那个金属丝 或者很细的金属 很窄的金属片 然后再按照你的设计呢 在金属胎表面 先焊接出这个图案来 然后在焊接的那个不同的这个孔里面 因为那个金属丝焊接上去以后 盘上去以后 它会稍微凸起的 那么金属丝之间是会 区割成不一样的 按照你的设计区割成不一样的 一个一个小的空间 然后你在这个小的空间里面 就填法郎 然后呢再烧 那么之所以要焊接金属丝呢 它能够阻止那个法郎的料的流动 因为一流动以后 就是那个颜色就不太好固定了 所以画法郎 它的为什么它的技术会比较高一点 就是因为你要控制法郎料的它的流动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这个文饰方面的问题 那他是想要请问就是说 因为刚刚老师展示了很多这个 仿青花的这个蓝色法郎的画的这个文饰 那他想请问 那它跟这个青花彩要如何区别呢 是不是它们质感上有一些不同 然后他也另外追问了就是说 那这个法郎彩跟粉彩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那个料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放在青花上面的料 跟那个法郎这个蓝色的那个料 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检测 我们真的是没有做过这个成分的检测 所以呢就是真的是很难回答到 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法郎彩跟粉彩的这个 法郎彩跟粉彩 对 其实有很多这个叫法就是粉彩 法郎彩 然后因为我也 因为粉彩好像就是给人感觉有一点 就是感觉是一个比较粉粉的那个感觉 有一点 那个当然学者也有人就说 他加入了一个成分 然后让他就显得有这种粉的这个感觉 那么其实具体的有时候我也是很看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这个究竟是粉彩还是法郎彩 其实我自己不是搞得很清楚 然后呢我是有一个比较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为了自己这个方便 我是把这个右上的这个这个彩就是无论 如果说你是用在放在金属胎上 那我就会叫他这个金属胎画法 如果说你是放在磁胎上 我就是法郎彩磁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区分不到这个粉彩跟法郎彩 所以可能是会有更多更专门的学者 我知道有学者去进行了就非常深入的研究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是在金属胎上的 我就叫金属胎画法郎 那么如果说他在磁胎上 我就把它统一叫做那个法郎彩磁 那么他也许他中间就包括了我们现在认为的 法郎彩跟粉彩 谢谢 好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 就是老师刚刚展示了非常多品质非常很高 然后又文样都非常多样的这样的一个广法郎 他想请问是不是当时在清代 这个所谓的西风东建的社会背景之下 这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对我觉得是的 好谢谢老师 包括你到时候你下一步看到 Joyce的周引进博士的第四讲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更加的从另外一方面会看到这个交流的这个有多么的活跃 好谢谢老师 对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这个有点技术性的问题 他是想请问就是说那个画法郎 他在这个胎体上面作画的时候 要怎么样才可以使这个发郎料附着于在这个胎体上面 那可能他是一加热以后 他一融化他就会自己他就会结合在那个胎体的表面 所以这个加热的过程是需要这么一个加热的过程 但是在加热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候的把握就很重要 因为这个颜色真的是可能会千变万化 而且他在不同的胎体上面 他这个温度也不一样的 橙色也会不一样 这个我也是 最近是跟那个当代的一个法郎 高温法郎他们去交流的时候 他们也是特别的强调到这一点 就是说那个变化太多了 好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 因为我们主要广法郎是同胎 所以他想请问一点关于同的问题 因为老师刚刚演讲有提到说 这个广法郎在乾隆十年左右 让这个乾隆皇帝注意到了这个广法郎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是否也跟这个刚好也是乾隆十年左右 云南有发现这个同脉同框的一个情况有关系 而且他也提到刚好好像是那个时候 这个朝廷取消了这个净同力 所以民间使用同气的这个情况 好像渐渐的可以舒缓了 所以他认为就是说 想请问老师 那这个广东民间泛郎的制作 跟当年这个同框的禁止 跟可以再度使用的关系 这个我真是没有经过做过特别的研究 希望这位听众能够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那可以填补一下这方面的困白 真的是没做过研究 对不起 好谢谢老师 那同样这位观众也想另外有个问题 他想请问就是说 广彩中有撂胎的画法了吗 广彩中 哦好像没有见过 对好像比较没有听过 对没有见过 好像没见过有撂胎的 广东好像也没有见过有撂胎法郎器是吧 对 刚刚就没有 对那应该是 好像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目前没有看到 嗯 好谢谢老师 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广法郎 跟宫廷之间的关系 呃这个观众想请问就是说 广法郎器是只有流行在宫廷 而民间没有太多的一个流行 也没有 其实民间有流行的 我们也见到有民间 就是专门定制的这个东西器物 所以也不见得是完全是流行在宫廷 那么你看那个《红楼梦》里面 其实有一个记载 其实Joyce文章里面也会谈到 宝玉就是有一个画法郎盒 外面就装饰了这个西洋人物 那么 那那个就是 如果说那个盒子 不是 无论是进口的还是广东做的 那么民间还是有用的 至少 是的 是的对 民间还是蛮多有官房的制品的 那谢谢老师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 也是关于这个龙文的问题 尤其刚刚老师有展示一件 那个大盘的背面那个墨龙 所以他想请问就是说 为什么墨龙会这么少见吗 是因为这个黑色的龙 在当时是一个不讨喜的一个颜色吗 那就是另外老师刚刚 所这个展示的这个简报 那个洛 那个盘有没有一个 他的一个全貌这样子 哪个盘 就是因为可能 那个老师展示的那个墨龙 好像他这个墨龙 好像被一点东西遮住了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也好奇这个是不是 这个墨龙的一个全貌 是不是没有完全展示出来 他没有完全展示 他其实是展示了一个头 对 好像他被车住的样子 对 然后旁边就是黑色的云啊 什么的 然后有一道白的那个水啊 那么其实墨龙在广法廊上 也非常少 我现在看见的就两件 这个是其中的一件 然后如果说有其他的也欢迎提供这个线索 然后就是新加坡那个亚洲艺术博物馆也一件 那他背面是龙 正面呢是那个叫于美人花 是那个样子 然后那个墨龙 我现在看的就这两件 而且其实墨龙的题材 在其他工艺品上是很少 所以怎么会出现在那个广法廊上出现了 这两件墨龙也是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也是 当然那个清初的时候 因为从南宋的墨龙 成龙的墨龙 画了以后 其实元代啊清代啊 都会有画家在那画墨龙 然后当然其实也不是绘画的一个主流 好谢谢老师 那另外的话也是想请问这个广法廊 跟这个掐丝房的关系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广法廊是广东 可能是一个他们一个特产 那掐丝法廊好像是北京比较常做 所以他想请问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些联系 然后另外也想请问就是 他们是同时期都有供应给宫廷的吗 掐丝法廊我现在知道的 可能就是宫廷照办处在那做 广州我档案里面我没有看见 有做掐丝法廊的 那么对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它是两个系统在那 在那做好像没有交集 但是我不知道广东的画法廊架 到了照办处以后 会不会也会被派一些 做一些掐丝的活啊 因为档案里面也没有记载 所以我目前我没有看到 两者之间有交流的这么样一个记载 或者说在实物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么从当代来说 因为其实当代那个花都法廊场 有一个传承人 那个杨师傅 他是70年代的时候 去到了北京的法廊场 去学掐丝法廊的 所以呢他后来在他的作品里面 就把画法廊跟掐丝法廊 给结合起来了 OK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 是有关于这个法廊的颜料的问题 因为他说这位观众 他的理解是说 不同的颜色都是用不同的框物 或者是说植物 所提炼出来的 那所以他想请问说 那这样颜色会不会也有地域 或地区的一个特色 像是某个颜色是用某个地方的 矿物才能做出来的 嗯 现在我们好像 因为这个对于法廊料的研究 其实才刚刚开始 那么北京故宫跟法国的合作 他开始来关注这个法廊料的问题 那么到目前为止 因为应该是数据还是比较少 更因为检测的东西还比较少 更不用很难去 再去区分地域的差别啊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还区分不出来 到底 广东做的法廊料 跟北京做的法廊料 包括西洋的法廊料 它的区别是什么 好像目前还没有这方面专门的成果 嗯 对 是的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有关于这个月海关跟宫廷之间的一个联系 因为他想请问就是老师在这个研究当中 有遇过一些资料是显示说这个月海关的法廊 除了为宫廷来传扮制作的活计 他有没有也制作市场所 使用的这种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品 因为他认为就是说海干会不会同时也进行一些这种 呃比较高端或者高价的商品的外销或者是内销来自己赚取一些利润 而你是说宫廷吗 呃他说月海关 他就是一般他就是除了在帮宫廷 哦 这种传扮以外 对自己会不会也做一些这种经销就是高级高级定制品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给国内的市场还是给外销的市场 然后让月海关 嗯 让他活力 对 我现在没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来证明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么我想如果说呃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他宫廷在月海关定制 那么月海关他一定也会他的呃他一定也会找一些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些啊 一些供应商啊或者甚至于他的属下或者他本人或者他的参与到这个整个供域的这个东西的福采购之外 他会不会也有涉及到这个制作呢 我觉得也会有可能嗯 但是我现在没有文献去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 嗯 好 谢谢老师 那再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那个法郎 他想请教老师就是那个透明法郎跟一般的法郎料的成分有没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差别 嗯 我想这方面可能还是要听那个看郭老师的这个文章嗯 我自己本人对这一方面没有啊料方面没有太多的研究嗯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也是有一点技术上面的问题 他想请问就是呃画法郎在画的时候那个法郎是会流动的吗 那要怎么控制那个发郎料画成是自己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文式的一个图案 嗯 我想他画的时候应该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他的啊 嗯 粘稠度啊 嗯 所以而且呢他可以控制他的这个啊那个 因为像我们毛病一样你心目多了以后他就容易流动 如果所以我想他这个方面是可以控制的他的流动主要是他加热以后就是那个法郎的这个会不会容易那个流动的会大一些 嗯 但是就是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会有很多这个失败的这个作品的 嗯 但是等到一旦他就是把握到了这个开料就是用水跟油开料包括去掌握到这个温度以后他应该就会熟人生巧 嗯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因为刚刚老师在展示所有这些广法郎的东西有很多这个杯碗啊这种餐具类的东西 所以他想要请问这个法郎采如果画在这样的一个餐具像是这种碗或是碟上面是不是会有毒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好像后来这个广法郎的流行就渐渐减少了 嗯 有毒 嗯 因为一般的来说是那个是彩是比较有毒啊瓷器上面那个右上彩可能会有毒 那么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的法郎它内里是白色的或者是 嗯 那这方面还真的是没有做过检测会不会它跟右上彩一样也有毒呢 嗯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法郎器是成色的是机会比较大啊当然也有一些比如说喝咖啡啊或者会不会 我我记得Joyce的文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说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喝的有一些可能真的是作为成色品说不定 嗯 好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可能跟法郎料的进口有关 他想请问就是说广东的这个法郎料是不是和北京的法郎料一样是从法国或者是比利时所进来的法郎料 嗯 嗯 有记载他们是从西洋也会进法郎料 嗯 但是呃具体是从哪一个国家进口的呃 嗯 我有一点记不清了他老是说从西洋法郎料但到底是当然有一些啊就是从那个进来的那个记载来看可能有一些传教士进来啊他可能也会带一些法郎料但具体是从哪一个国家进来的我印象不是很清楚啊 嗯 好谢谢老师那这边是目前所有线上观众的一个他们的有疑问的一个问题这样子 对 那如果接下来还没有其他观众的话 哦对不好意思啊 还有一位观众是想请问就是说我们这个讲座会有回放的这个放在网络上供大家参考吗 对我们会有录音然后会有回放 嗯 好谢谢老师那如果大家没有再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目前为止 那很欢迎大家来我们文物馆呃来看我们这些非常非常精彩的法郎的展品 因为法郎真的是要现场的看你可以看他这些非常细节的地方就像刚刚老师所展示的那些作品 还有那些图案还有文士等等 好那非常感谢许教授今天我们 谢谢谢谢Joyce谢谢大家 希望下一次再见到 好那我们今天就就此结束 好拜拜 拜拜